贤士们离去后 看上主的天使托梦 显现于若瑟 说起来 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 逃往埃及住在那里 直到我再通知你 因为黑洛德即将寻找这婴孩 要把他杀掉 若瑟变起来 星夜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 退避到埃及去 留在那里直到黑洛德死去 这就应验了上主其先知所说的话 我从埃及召回了我的儿子 黑洛德死后 看上主的天使在埃及托梦 显现于若瑟 说起来 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 往以色列去 因为那些谋杀孩子性命的人 已经死了 若瑟变起来 带了孩子和他的母亲 进入以色列地狱 但是 若瑟一听说 阿尔赫鲁 继承他父亲黑洛德 做了犹太王 就害怕到那里去 梦中得了指示后 便退避到加里勒亚境内 去住在一座名叫 纳杂勒的城里 如此 应验了先知们所说的话 他将称为纳杂勒人 人心地 心地 人心地 赞勿者 想ип